台湾地区7月多项经济数据表现欠佳 为促进台湾经济发展 台湾工业总会发表白皮书建议 恢复两岸务实交流对话 凝聚大陆政策共识 台当局统计部门9号公布 7月台湾CPI较去年同期上涨1.88% 涨幅较6月略微扩大 今年前7个月CPI较去年同期上涨2.26% 有官员预测 8月台湾CPI可能再次回升至 2%的通胀警戒线以上 由于全球通胀仍出高点 货币紧缩压力持续打击投资信心 台湾7月出口387.3亿美元 同比下降10.4% 连续11个月负增长 其中对中国大陆韩香港出口134.2亿美元 同比减少16.3% 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前7个月 台湾累计出口2408.1亿美元 同比减少16.9% 十一大主要货类中 只有资通与试听产品出口实现正增长 其他降幅均超过10% 该部门预估8月台湾出口可能仍为负增长 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工会 最新公布的7月机械设备进出口统计速报也显示 7月机械出口值26.45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21.7% 以连续12个月负增长 台湾工总当日发表2023工总白皮书 以破浪前行为主题 揭露台湾产业面临的九大挑战 指出缺财 缺工 缺水 缺地 及缺电问题日益严重 为促进台湾经济发展 工总在白皮书中提出八项行动策略建议 其中包括恢复两岸务实交流对话 凝聚大陆政策共识 白皮书指出 唯有确保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 才能维系台湾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苗峰强8号表示 大陆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且两岸贸易往来密切 两岸不应该就此不交谈不来往 台湾产业界愿扮演促进 两岸沟通协调交流的角色 苗峰强建议 台当局紧速恢复 两岸交流正常化 支持民间团体赴大陆参访 请不吝点赞订阅